大使谈一下这一题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日本的很多车器造假的事件 那现在细节逐一查出 我们看到日本的官员 不是到丰田到马自达等等 直接去突击检查 细节就是让大家惊呆了 包括几位CEO出来连妹盗窃 那此刻为止呢 丰田马自达山叶本田林木 38种车型 合计超过500万辆车 存在诈欺行为 三位社长鞠躬道歉 然后你就看到 我觉得尤其是丰田的部分 细节极度惊人 检验机构公开了什么画面呢 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汽车 都会进行碰撞实验 那丰田汽车公布了一段影片 是他自己的碰撞实验 时速是55公里 撞上水泥墙 大家都看过那个碰撞实验嘛 然后安全气囊瞬间爆开 就保护了车上的人员 有没有 这些我们都看过 但你知道吗 他所谓的一个系统 当时封田根本没有测试完成 请问那个安全气囊 是怎么爆开的 原来封田是用计时器 来启动那个气囊 也就是说呢 那个气囊不是因为 它的安全系统启动 所以它爆开 因为系统根本没有测试 所以当时是另外一个系统 去启动那个安全气囊 要它自爆 算准时间 几秒钟会撞上 所以几秒钟的时候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可饶恕 真的完全是不可饶恕 其他很多造假是什么噪音 那些也不可饶恕 但这个事关人命 看了真的是极度无法忍受 那当然这个消费者也不能忍受了 你看到 这个丰田的职业供应商200家 二级以上的供应商 超过了1000家等等之类的 它光是对供应商 每个月的补偿金 高达日元220亿 然后如果停产时间延长 三季什么工矿业生产指数 可能年比是负增长 然后光是丰田一周以来 股价下跌了5.4% 市值蒸发了日元2.45兆 那当然也会拖累日本的GDP 这当时怎么看待越来越多细节出炉 对 如果不是这么严重的话 日本的交通省不会下这个众手 我想如果说再不出来制止的话 日本的车整个就是说 在实际的路况上出现状况的时候 那日本的这个交通省它要负责 因为它是负责监管的 下面的这些车厂都这么公然的这样子 毫无忌惮的这样造假 对不对 连这个什么安全气囊都这样搞 这种状况测试都可以造假成这样 其他它本来只是说数据造假 安全数据什么造假数据 现在是这样子搞的话 可见情况之严重 这个我在想后面的问题很大 因为这500万辆车 我不知道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 过去就有一些车祸 这个伤亡等等 现在是不是反推过来 可以拿出来求查 那当然可以了 如果说有人是因为开这几行车 这38行车 那么出了车祸 或者说是因为出了甚至 丧失的生命化 它可以追究 它可以回过台来追究 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 而且它现在有六款 已经立刻要它下架了 那另外就还有32行车 不知道要怎么来处理 对 所以这个对日本 我觉得这个我第一个看到 这样子的报道的时候 我认为这就是日本的 这个神话的一个破灭 日本给别人的一个形象 一个印象 是一个很严谨 很认真 很诚实的一个怎么样 一个民族 现在这个等于说 他们就要证明不是 这现在很严重的系统性欺骗 这个不是一个人在欺骗 这个公司整个一起在欺骗 这是什么文化被 这是什么公司文化 丰田的神话 把日本的神话也打垮了 丰田以前是什么 丰田张南 哇不得了啊 金银之神啊 日本的国家日本的骄傲 对这个造假 我觉得似乎已经触碰到底线了嘛 对这个不容允许 我看没有国家有这样子的情况 而且这个自毁长城到这种程度 今天丰田 在消费者的心目中那个地位 等于说一次就瓦解掉了 对 对他过去多少的努力 对 那不过这里面我觉得反应就是说 其实日本的整个的这些制造业 面临极大的这种经营的压力 我觉得一定是极大压力 就有点狗急跳墙了 那么他在这种各种的这种竞争的之下 为了要生存这种欺骗的手段都行驶出来以后 这个你真的觉得这是整个日本的系统性危机 我也不认为这只是日本的汽车业的危机 对所以我说什么样的思考让丰田 这个老自豪他能够允许 他的碰撞测试影片其实就是一场戏 对不对 对 就是演一场戏而已照着剧本演出 该报的时候就要报 这里面也日本的过去 他们自豪的产官学一体 我觉得这个官跟产之间是向脱节了 也就是说你官你要设置这种安全标准 或者说环保标准 或者是各种的这种工业产品的标准的时候 你在制定的时候已经让这些制造业 他觉得这个有爱他的公司的竞争力跟发展 而不愿意配合 那他又不能够明目张胆去违反 他就用欺骗的方式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 去年的时候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那时候五十零 这是也是日本的王牌的 这个卡车的一个公司 也是照样造假 所以这个已经是有前科了 五十零也是在日本的 这几大车系里面的一个品牌而已 那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日本的通产省 大概也是掩盖不了 非得把这个事情戳破 这个看起来一时半刻是收拾不了了 这个太大了 那日本今年的这个整个的经济表现 我觉得会受重挫 去年就已经有人说 日本去年的整个的贸易是入超 也就是说进口而大于外头 连续三年都入超 连续三年都入超 所以至于日本来讲的话是怎么 是不可承受注重 因为日本过去 这个入超有很多原因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是日本的燃料 大量进口再加上怎么样 日本的核能电厂 把它过去的发电的 大概25%的比例降到6% 所以它这个发电就回过头来要买什么 要买天然气要买煤 煤还便宜天然气涨了4倍 所以日本的整个的进口 在能源进口上面大量的增加 所以造成日本的整个这个贸易失衡 就是说进口额大于出口额 那现在这个已经结构性这么危险了 还有它最主力的产品外销 你今天还有看到Sony的产品 在各个地方大卖吗 电子产品没有啦 日本现在靠什么 就靠这几家这个汽车工业 那再出这么大的一个包 那我觉得今年日本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经济 我觉得真的是 等于说雪上加霜 影响到的会是GDP 欢迎购618狂欢年终庆 全场惊喜等你来拿 手机挂绳只有一条怎么够 Keep fighting 超宽版减压手机挂绳 热销款 Live活力放送款 百搭荣耀款期间限定 1加1超值优惠组 任两条立刻减100元 让你任何场合都能够自由搭配 全场消费满天就送白 最高回馈10%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够以100元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的购物 体验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